王一博吃糖打嗝被调侃 肖战立刻关心身体状况 暴露粉丝朋友差距 最近的一次事件再次证明了 陈情令的两位主演之间的深厚友情 这次事件发生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王一博在台上吃糖的时候 不小心打了个嗝 这个小插曲引来了现场粉丝的一阵欢笑和调侃 王一博虽然尽量保持微笑 但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 然而 就在这时 肖战立刻表现出了真正的朋友的关心 他迅速走到王一博身边 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好 是否需要休息 这个举动立刻感动了现场观众 也让粉丝们更加坚信 他们之间的友情是真挚而深厚的 这样的场面让人回想起了两人在剧中的默契和互动 以及剧外的种种友情举动 他们不仅在荧幕上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角色 还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互相依赖的朋友 去年王一博生日时 肖战送他一个头盔 这个举动显示了他对朋友的了解和关心 也让王一博感到非常温暖 同样的 王一博也在肖战的生日时特地赶到庆生现场 尽管陈情令已经杀青 但他为了朋友而来 展现了他对友情的真实 尽管两人的聚会机会在聚集结束后变得较少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深厚的感情 他们仍然是彼此最坚实的支持者和朋友 这个事件再次证明了王一博和肖战之间的友情 不仅仅是为了宣传和媒体 而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的关系超越了同事 更像是亲如兄弟的朋友 这种深厚的友情不仅让粉丝感到骄傲 也让人们对他们的真诚和纯粹的友情深感敬佩 希望这样珍贵的友情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道路 但是肖战不一样 肖战可以立刻关心到王一博的身体 问他是不是嗓子不舒服 因为王一博不喜欢吃零食 但是这次却频繁地吃糖 肖战能够注意到这一点还是非常暖心的 从这个举动也就不难看出肖战和王一博 两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肖战还知道王一博的行程 王一博要去海南 还提前告知他海南有台风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哥哥 迪丽热巴花勺五放飞自我 高温不防晒 当街擦鼻子 走路姿势被潮 9月21日花勺五的七人小分队已经抵达了沙特 前方也陆续迎来了不少路透图 作为人气担当的迪丽热巴 状态自然最受关注 来百度APP畅想高清图片 这次的七人小分队成员分别是秦海露 秦兰 新直磊 迪丽热巴 赵昭仪 王安宇 胡先旭 但迪丽热巴显然对秦海露更加粘腻 每次被拍都是站在秦海露身旁 只是和秦海露打扮时髦 妆容精致不同 迪丽热巴一身行头却被吐槽太随性 网友感慨迪丽热巴穿得像个流浪汉 衣服完全欣赏不来 不过网友扒出迪丽热巴这身穿 搭可谓价格不菲 麻布长 D3680元 同品牌的裙子价值2000多 同色系的包包价值1000多 加上其他造型一身行头轻松过万 行头过万 仍被吐槽穿得像个流浪汉 只能说迪丽热巴本人的穿衣风格便是如此 多年来忙于拍戏的她 罕见常驻综艺 主打的就是一个放飞自我 仔细看 迪丽热巴在和秦海露说话时 手动将头发盘到头顶 本就凌乱的头发更显得乱糟糟 在和工作人员沟通时 迪丽热巴也是一脸猛逼 即便供着身子仔细听 眼中还是一片迷茫 让人感慨又猛又可爱 仔细看迪丽热巴素颜出镜 头发凌乱和此前美艳动人的形象 判若两人 上个综艺 其他姐姐都是精心打扮 妆容精致 迪丽热巴却如此随性 也让网友感慨其放飞自我 的确 不止穿搭自在随心 迪丽热巴的言行举止 也被指放飞自我 十分随性 在录制现场 迪丽热巴穿着精心挑选的妈布T 身后还背着比身板还宽的帆布包 她头发凌乱 在何众人嬉戏中笑得何不拢嘴 又是拍手又是弯腰 毫无女神风采 仔细看迪丽热巴散落着头发 刘海把脸都遮住了大半 还沾到了嘴巴上 她在四周左顾右盼 犹犹豫豫豫的 不知该看下向哪一边 不止如此 网友还发现迪丽热巴的双脚有明显内巴 之前只是站着聊天时隐隐约约被发现 之后却开始肆无忌惮地展现出来 在给秦兰开车门时 迪丽热巴张大双腿 显然是很明显的内巴 对此 网友感慨迪丽热巴笑死了 我彻底放飞自我了 这还没完 迪丽热巴甚至还当街擦鼻子 偶像包袱全无 专心做自己 仔细看迪丽热巴出门后 便不停地用手擦拭着鼻子 本以为他只是挠挠痒 没想到不停地擦拭着 当天烈日炎炎 秦兰戴着大太阳帽 还有冰丝袖子 墨镜全副武装的翻晒 就连工作人员都戴了棒球帽 可迪丽热巴却没有做任何防晒措施 任由双手暴露在烈日下 走路的时候直接用手遮样 如此随性就连粉丝都看不下去 纷纷喊话风冷热蹦当心晒黑啊 小黑手已经分层了八宝啊 四十多高温 咱戴个帽子吧 不难看出 迪丽热巴本人很是随性不羁 这次录综艺也确实是放飞自我 当然这正是迪丽热巴的可爱之处 不管如何 希望迪丽热巴花少舞玩的愉快 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网传嘉宾名单确实令人兴奋 众多顶流演员都在名单之列 显示出这一年度盛世的声势非常强大 然而 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遗憾是 歌手阵容似乎还未最终确定 暂时缺席 每年的星光大赏都是一场娱乐圈的盛宴 各个领域的明星汇聚一堂 共同庆祝过去一年的成就和亮点 在娱乐圈 有许多备受欢迎的演员和歌手 而这次的名单中出现了众多顶流明星 无疑会让粉丝们期待满满 肖战和王一博 作为陈情令的男主角 一直备受瞩目 他们的出现必将引发热烈反响 而像赵丽颖 杨幂 杨子等女演员也都是当今 中国娱乐圈的璀璨巨星 他们的参与将使活动更加精彩 此外 还有一众实力派演员如胡歌 刘亦菲 关晓彤等 以及新生代演员李献 吴雷等 都将为星光大赏锦上添花 然而 对于歌手方面的缺席 可能让一些音乐爱好者感到一丝遗憾 虽然名单中提到了一些 与音乐领域有关的艺人 但具体的歌手阵容尚未公布 这也许意味着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消息 才能知道是否会有哪些音乐明星加入这一盛世 无论如何 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的嘉宾名单已经足够令人期待 这将是一场汇聚众多明星的盛大活动 也是一次难得的娱乐盛世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着更多精彩的表演和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